第1997集 若是其他人能与清帝对上一招 不死就足以自傲了 会被载入史籍中 而即便是败了 也感觉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因为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人是清帝 这个名字足够了 可是帝天却不甘 即便是占到了这番境地 他也不认同 纵然敌手是万古唯一的清帝也不行 他必须要胜 竞逐世间天下无敌 有老辈人物摇头 若是与乱古大帝年轻时代一战 以帝天之姿胜出毫无疑问 可与年轻时代最强大的清帝争锋 真的太艰难了 另一边 大魔神神威盖世 气屯八荒 越战越勇 无边血气透出 让星空看起来都是尸山血海 很不凑巧 有三位年轻的地影回眸 同时向这边看来 正好全部举拳 各自朝这个方向轰杀一拳 噗的一声 那滔天的血雾 无尽的尸骨 全都崩散 在地者眼中 这不是什么优势 古代 地鹿争雄 最终的胜利者 什么样的血海尸山 没有经历过呢 此刻很不凑巧 三尊年轻的大地轰杀 大魔神血溅虚空 若非关键时刻 魔攻九转 退得及时 真的危险了 即便这样 他的身体也几乎裂开 通体都是血痕 遭受了很重的伤 大魔神吼笑 未曾注意到 地天那边的情况 他不能自意 也突破了封印 展现了最强境界 想力压骨支大地 结果不幸的事发生了 两位年轻的大地 同时晋升神经 两道最绚烂的神盲冲来 大魔神差点被打碎 胸骨都飞了出去 血雨飞洒 发丝披散 再过去 从来都是他破灭敌人 收割生命 而今日 却是他自己在淌血 差一点就毁在这里 人们尽若寒蝉 圣体的天节太逆天了 这根本就不是 人力所能抗衡的 正常情况下来说 谁都渡不过去 经验如地天 强大如大魔神 全都覆窗 再这样下去 可能会陨落收场 就在这时 人族另一位护道者 清皇道人来了 进行提醒 不要以高境界对战 同阶一战 不然神境无解 甚至会在境界层次上 压你们半头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他意识到了这一境况 同境界一战 这些年轻的大地会公平一战 而若被压迫 则会出现神进 自行调节 反压半头 正常情况下 谁惹天节 便会出现与之境界相符的大节 可第一天 与大魔神身上 有类似七天阵文的道徒 可避免这一切 但是 古之大地 不可欺辱 境界不变 神进出世 亦算是一种微调 果然 在地天 大魔神进行同阶战后 情况不同了 神进不再显化 然而 他们的境况 却没有任何好转 更加危险了 因为 战斗到现在 越发的激烈 在混战中 九尊年轻的大地出手 化成了毁灭风暴 谁能承受得住 一个人再强大 也不可能 与这么多的 同阶年轻大地 一战 神来了也不行 第一天 大魔神遭遇重创 到了后来 身体被打碎 多次惨不忍睹 这简直是在虐杀 若非各自掌握有神术 早已陨落了 他们都不肯先退走 想与古代大地 年轻时一战 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不想落后于人 地天与大魔神 是竞争对手 这么多年来 不分胜负 此时 谁都不想第一个离去 而当他们见到 郑主叶凡时 实在沉不住气了 这个人还没被杀碎过肉身 虽然多次遭受重创 但都与闲死尸 毙了过去 两大至尊闹心了 心中不淡定 一不留神 又被击碎身体 艰难重组 叶凡不是第一次对抗九弟 经验何其丰富 再加上自身强大 用了正确的方法 一直保持住肉身未灭 当然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亦是 地天 大魔神 在为他分散大地 挡住了多次致命的攻击 最终 叶凡也被杀碎了三次真身 但是远比地天大魔神少 这几乎动摇两人的道心 让他们神色难堪 还好 他们意识到 叶凡绝不是第一次应付这种情况了 这才让他们心境平和了下来 专注大战 就在这时 青狮仙子入场也加入了进来 战斗更加剧烈了 同一时间 另一道模糊的身影入场 也加入战团 才与至尊争锋战 人们知道 这个人不是女神 就是人亡 人族古路上的年轻至尊几乎到齐了 他们都有一个念头 要与古之大地同街战上一战 这是最为难得的一次机会 看一看 孰强孰弱 算上叶凡 雷海中共有五尊身影 应战九位年轻的大地 达到疯狂 星河成烟 天雨碎灭 这一战杀的天摇地洞 诸盛胆寒 五大年轻至尊大战九地 多次被杀 五对九烈势很明显 而即便真是九对九 也输多赢少 在这一战中 叶凡纵横地影间磨砺自己 引动九位大地 沙向东 攻向西 引领大战的节奏 是我 到我 折字密 这些让他立于先天至高点 再加之因为另外四人载 他肉身没有碎掉几次 第一天大魔神四人则脸色不是很好看 这次魔力对抗古之大地 让他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一个个重伤垂死 在这个过程中 叶凡出手 向地天发动攻击 想想借他天结魔力几身的至尊进攻 战斗场面更加的恐怖了 这是一场混战 血拼 杀到日月无光星河失色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九位年轻大地的身影终于都是先后淡去 慢慢的消失了 像是落下了帷幕 大魔神 地天 青狮仙子等浑身是伤 这种血拼 让他们心中滋味难鸣 没有一丝的喜悦 最后竟然是魔时光过来的 几乎陨落在这里 不管怎样说 他们与年轻的大地经历了同阶遗战 也可以自傲了 即便肉身被杀了多次 依靠秘宝 古术等艰难修复 也是一种惊世的战果 每一个人都在心中自语 结束了 尝出了一口气 有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突然轰的一声 天洁 狂暴 九道人行的闪电 再现 接连九道身影 龙行虎步 气吞万里 向他们逼近而来 又是九位大帝 所有人都呆住了 而大魔神 地天等 都一个猎切 差点栽倒 怎么又出现了九位呢 刚刚一战过后 又补充了九地 让这几人都一阵发毛 他们的伤势无法想象 再站下去多半危矣 此时 他们没有能从古之大地的交战中 找到自信 反倒找来了天大的麻烦 叶凡笑了 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 不过怎么看都是杀意滔天 顽强的活下来 这几个字 与诸位共勉 九道身影来了 一起出手 各个震惊世间 六道轮回拳 兵字密 太阴九字 一气破万法 黄金神藏 这些人 每一个都有一种至高秘术 达到极尽 可以用来大战几位至尊 什么 几人震惊 这不是叶凡 一化为九个圣体吗 被天地大道摸客 一记录了下来 其他人也惊呆了 就是连大声也实话了 尤其是七天 更是脸色苍白 没有一点血色 所有人都震惊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